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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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的争持主要是在养老院和身体不方便的人 以及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 那你给他邮寄选票他在家里就投了 你让他去走出去他不方便他不想去 所以以最大的可能来激发更多的支持川普的人投票 所以他川普的说法就是要淹没拜登 那想淹没拜登的话那你就得跟他并头进进 对不对 这个就像田击赛马似的 你所有的跑的慢的跑的快的跑的中间都得来 都得来 你不能说我跑的慢的不要了根本就不要了 那个不对 所以当初2020年的时候是共和党人只鼓励那天出来 所以当天投票保守派的人占多数占绝对多数 但是邮寄选票跟缺席选票提前投票 保守派的人不多 那也就作为普通的美国人呢 在确实很接受他这种党派的党派的呼吁 党派的呼声作为一体化 那今天川普就做了这种改变 所以这种改变 我们跟朋友解释什么 我以为付出的很大代价人们对他的 首先川普得认为自己具有足够的号召力 就是川普怎么说都是对的 他得他得有这个保证 足够的号召力 而这份号召力呢 又不至于给他带来负面的影响 就像我刚才说 那2020年怎么办呢 你不是说这不灵吗 这个 这就是投票就这么偷的嘛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投票可以这么偷 我也这么干 对吧 你要偷我也偷 不能这么说他没说投票 就反正你这么干 我也这么干 大家都有威胁 就出了这个 就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这样的话呢 在所有的坛子当中 就是所有的这种不同的方式当中 他要等同起来 很现实 很真实 很面对 川普就变得越来越 就是曾经的川普就改变了 所以他的概念 但是反过来另外一点 就代表着大选的残酷性 谁都输不起 就大选这一次谁都输不起 而大选之后的美国 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而川普以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他提到叫压倒性胜利 有点像他去兰州 在新泽西啊 在这个纽约州啊 有点像这个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直接介入 本来对共和党人不去纽约的 对吧 40年都不去 他去 那去呢 就有一个问题 比如浪费竞选经费啊 浪费他的时间 他不认为 他认为他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压倒性 所以这就是一种战略的转变 基本上概念是这样 扭转2020年 改变了2020年的立场 鼓励缺席选票跟提前投票 他将确保你的选票是安全的 但他没有 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确保 说句实在话 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确保 他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他没有讲 敦促共和党人 使用一切适当的攻击 击败民主党人 包括提前投票和缺席选票 星天尔这是讲说 今天启动了叫沼泽投票美国的工作 他叫 我不知道他 沼泽就是沼泽之地嘛 就华盛顿DC嘛 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重返华盛顿 不能 他就不能够 不能有任何其他的 与四年前相比完全对立了 四年前2020年的选举 认为是因为邮寄选票的欺诈 而川普在宣告中说 共和党必须得赢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 一切适当的工具 击败对他们 击败他们 因为他们在摧毁美国 所以也就变得 大家就知道 这就没有什么可讲了 无论您是缺席投票 邮寄投票 提前投票 还是在选举日投票 我们都保证投票 我确保你的选票安全 倾听你的声音 我们必须以大规模的投票率 淹灭激进的民主党 获胜的方式就是淹灭他们 如果我们用选票淹灭他们 他们就不能作弊 您需要制定计划 注册投票 必须保证您的投票 必须得到您的投票 所以他就承认 在有关2020年 他的任何疑惑 就是对选举所造成的疑惑 川普没有办法去 没有其他办法去面对他 那怎么办 只能反其道而性之 就是默认这个现实 承认这个现实 也就是一致一 对吧 以己之矛 对己之盾 就这么硬来了 所以他硬来了 那就是提高投票率 就是想去打击对手 他找不着办法 他只能够激发自己 完全激发自己 这个概念呢 有点像川普在 面对司法问题 有点很像 他尽尽全力去对抗 但是呢 命运算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这就变成了这样 因为在人的技术层面 跟这种所谓的司法 司法的层面 已经失去了他的可能 因为在这样的争持中 在美国社会中 司法公正 司法正义 缺失了 所以这就 下面他讲了蛮多的 我觉得这就 这应该不是任何问题了 在过去的时间里 民主党人的提前投票数 比共和党人多 而川普长期 一直抨击这个东西 在一年前 原来的共和党的主席 叫麦克丹尼尔 曾经发起过 叫银行投票 就是提前投票的东西 那现在呢 今天呢 川普的团队提到说 实际是那个延续过来的 那这就是川普明确表达了他的态度 这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他代表着大选的残酷性 代表着川普想席卷整个美国 代表着川普到今天 他也没有能力改变 四年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那个现状那个状况 他改变不了 那付出代价呢 就目前来讲 不再讨论2020年选举 任何其他问题 很现实很真实 可能朋友会有自己讨论了 朋友可以在节目下面留下你的看法 对很多朋友能不能转过弯来 不知道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